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从资料上我没有看到 但是比方说他之前有一个材料在揭露的说 有某一家公司叫什么什么名字 这个公司是在加拿大注册的 那像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联系到 至少在加拿大的一些企业 那个公司名字啊 至少在多伦多那地方他出现了 那我们可以说和加拿大的某个公司有关系 在法兰克福这个呢 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他把这个斯福琴的IP地址啊 从什么西班牙挪到了法兰克福 或者挪到了什么什么地方 但是呢在后边的消息呢 并没有说出来 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公司 或者什么样的人物来牵扯到里边 这个我没看到 但是他是说这些操作的人员有一部分是塞尔维亚人 只是有这么能看到的 所以目前能看到大概消息 小道消息也许就是这样 我有一个疑惑啊 这个境外点啊 有多伦多有加拿加斯 也就是有加拿大有委内瑞拉 老实说已经足够了 一个委内瑞拉都够了 那么多地方 你一个马度都拿不下来 你放在一个委内瑞拉 其实是完全够的 好了 你如果说是因为人才到南美洲 上班不够方便 好 那你再加一个塞尔维亚 也应该够了 对吧 为什么有那个必要 除了塞尔维亚以外 在欧洲还得再搞个法兰克福 或者是西班牙的马德里或巴塞隆纳呢 因为那种地方 我想这个IT比较发达吧 因为它是在用这个网络连线的 你是说比较好找人才 一个是人才 另外这个信息通讯的技术比较通畅吧 你要放在越南什么的搞不好 在网络阻塞了或者怎么样 也有可能就 我的意思是说 那放在塞尔维亚难道不足够把欧洲需要的人才往那挤吗 这个现在没有看出来他为什么要放在那个地方 没有看出来 但是只是都有这么说法 他的律师也有这么说法 有这个认证 我想他应该是跑到第三国 像这个东西很可能为了遮掩耳末啊 通常会放在第三国 我这样听了 西国来 我复述一下给那个全世界观众朋友听 北瑞瑞亚 加拿大 香港 对不对 然后伊朗 是吧 然后塞尔维亚 西班牙 德国的法兰克福 七个国家了耶 是 我意思说你四国都够多了 你放到七国的意义在哪里呢 是真的需要那么多的人去operation吗 你在看吧 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西班牙的信息穿到西班牙 然后我们挪到法兰克福 那个地方又做了一个咖啡站 就是又做了一个备份 他有这么一种说法 我给您一个对比的案例啊 您听了可别笑话我们啊 台湾有一阵子是以人的图像作为最美 台湾最美的就是人 对不对 就隔了一年以后发现呢 全世界诈骗集团的训练总部呢 都是由台湾训练的 所以最美的图像是人这个就不敢再说了 这消息您听过吧 听过 好 那台湾这个诈骗集团的训练中心呢 统筹的都在三个地方 我给您念一下 您听一下 一个呢 是在福建省 第二个呢 是在菲律宾 大约主要是以大马利亚为中心 第三个呢 是在亚加达 反而是吉隆坡就少一点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放三个地方都已经是向全世界诈骗了 而且他诈骗对象 这个达15亿的华人 华语使用者 对不对 你今天只是面对美国的 这个大概是两亿人以内的投票数 对不对 有必要搞到七个地方吗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 我这一对比你明白我的意思 而且都是大产业啊 这诈骗集团可是超级大产业啊 他们还有交战守折呢 那为什么要搞七个地方 这我就不懂 这个的信息实际上 我看最近好像介绍了 就是说这个软件系统啊 可能还不止七个地方 已经进入这个系统了 可能还有更多 就是说他对这个网络安全呢 好像是非常非常差的 很多人都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了 他只是说顺着这个IP 他也会被海客害进去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 他说这个有些计算机专家 就是说他们在听证会上也有啊 就说他们的同学 两分钟就进入这个系统了 哦 所以他要多搞几个亿 房子他挂掉 对 所以这样的话 他可能是透过IP的话 应该可能还不止这个数 但是有些地方呢 他不想谈 他不想设计 他把一些 就是说他能设计到的地方 他可能给放出来了 对 我认真的怀疑有以色列 伦敦 还有这个雪梨 这是或者墨尔本 是我认真怀疑的 因为我是觉得 难道这个系统 在美国国内就没有一个美国国内的IP在实时监控吗 这个 不可能 不可能 对吧 但是他始终没有说过 他只说 我就怀疑 所以系统就有 是 所以这个信息呢 很可能只是一部分 不是全部的 所以我们就做参考就行了 我再补一句啊 反正这是我说的 黄标标我这吧 我甚至怀疑 美国的部分名牌大学的资讯中心或部分研究室 说不定就有 而且也很容易有 对不对 因为那个长期被企业赞助嘛 他至少有500所大学是长期跟企业要钱的啊 好 所以照这样 也就是说他们几乎这个钱啊 是五孔不入的跟全世界的许多IP人才在做结合 那我们也看到他跟媒体啊 也几乎是五孔不入 绵绵蜜蜜蜜 这个推特跟脸书 还有Google 我看是已经达到不要脸的地步了 就是绝对的不想要脸啦 反正呢 你找到多少作弊 我就是硬撑的 死不登 死不认就对了 是这样 那这个是表示要有更大利益才有可能嘛 才能够不 完全违反他们的企业精神嘛 是吧 他们现在不是什么企业精神了 就是配合政治 他们已经达成就是已经达成共识了 就这么做 对对对 就是只要钱 那个钱事先也能实附好吗 已经收到吗 你必须做到底 你不可能中间不做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表示他那个钱大到恐怕是接近于天文数字啊 一定是这样 那肯定都是百亿美金以上的这个利润在分割的 一定是这样对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如果他不配合可能他们有办法让这些企业受重伤而倒闭 他也就不得不配合 你认为这个可能性在吗 在那个律师不就这样吗 他威胁律师就是说我把你律师执照给你吊销了 他们有这个他们有这个本质 对吧 所以律师算了 那那那我不干了 等于把饭碗给撤掉了吗 这很简单的 那一吊销那那也没得干了 不是在美国现在你看啊 在美国现在啊要是说真话要需要勇气啊 你看那个听证会啊 那个听证会那个参议员说 感谢这今天能够站出来的人 你们是非常勇敢 你们是英雄 哎这个美国曾几何时现在说两句真话要需要多大的勇气 而在美国现在说假话威胁恐吓 这个不用勇气你就你就说就是了 警察一定保护 哎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颠倒了我们很多的正常下 这些人站出来只说点真话 就说我看见了什么什么了 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这什么国家这是 所以我我认为那个伊朗呢 哈梅内依说了一句实话 嗯 川普不是说伊朗跟他的这个叫做革命卫队 是世界级的恐怖组织吗 嗯 中央公共卫队对对对 十二万五千人是恐怖组织吗 嗯嗯 然后他们那一说美国才是最大的恐怖组织 嗯 现在看起来是啊 哈哈哈哈 对啊 怎么 这是恐怖组织老大他们抢的在干是不是啊 是啊 就是啊 他这个东西就很粉刺 当然我们都了解了哈 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如果都公开的在美国都说成这种样 说你要说一句实话 说这么大的勇气 而且要怎么样的话 这什么国家呀这是 而且没有一个人去指责那些威胁别人的人 比如说对吧 你说这个威胁啊 不光死亡威胁什么强奸威胁什么这个没有工作威胁 所有能威胁的话全都说了到现在 包括就是川普的绿智 直接那个 美国算是被黑手党主义完全给控制住啊 对啊 不就这种这种威胁干涉都是属于严重的犯罪了 可是 我刚听起来比希特勒还难对付 太过分吧 就听起来就 东口音机还难对付啊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他越这么干 到最后越来越疯狂 到最后就是你明前你看这个整个司法系统 警察系统啊 绝不抓任何一个威胁人的人 绝不抓 这个罪是很严重的啊 相当颠覆了我们过去的一种 对这种国家机器的一个认知度 就说你这样的一种国家机器 这不是美国 自己想 但是美国现在真的被三种主义笼罩 一是黑手党主义 二是新权威主义 三是虚无主义了 这很奇怪 就是说这个 所有的哲学全部扔到马桶里面去了 对啊 你说如果少面积的 个别的有这么一两个威胁那也就算了 对吧 这个社会都可以有 你看这么大面积的 威胁这么大的律师 威胁所有的人 从来没听说去抓一个 从来没听说去举报一个 也从来没听说我们警察出来要保护一下这些证人 一个都没有 而且这些证人说一句实话 这简直是要 真的是下老大老大的决心了 才能敢站出来说一句真话 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 你看看 可笑吗 这事情 我另外一个关于情报单位涉入的部分 还有一个新的会诊跟所有观众啊 还有陈老师汇报一下 除了我们之前说的CIA FBI 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局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单位也涉入 确定涉入是CISA 也就是网络安全部门也进了 那照这样的话 他就是铺天盖地了 也就是川普实际上 只控制了陆海空三军跟太空军而已 对 其他他连网络军他都控制不住了 是的 对 那照这样的话 你认为川普还有任何机会 真的变 可以把他这个被呛掉的票 被弄掉的票给他要回来吗 那300万的死人票他有办法 这个起诉获胜吗 他能告的赢吗 现在就是要考验司法了 现在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 显然这个 好像撒谎的一方是大面积的 就是撒谎受到了所有的司法的保护 但是呢 川普这边呢 还有恐吓 撒谎和恐吓 对啊 大面积的 这不是一个人的 就是 整个 撒谎和恐吓可以大面积 后面一定要有枪啊 有枪有钱啊 有啊 警察 FBI CIA 司法部 这不都是他们有啊 至少他们有 那你还指望 其他的法官 能真的说真话吗 所以这个事情 确实就是一个未知数啊 我就觉得 只是观看 现在因为 我不是特别想去 判断他们 因为有些事情呢 你就看吧 虽然我心里 我心里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 底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们在这 不要说在他们前边 我就说在前边 好像 不用我们说在前边 就看 看他们走到哪 我们说到哪 这样比较好 行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再往下说 另外一件事 这也演了很久了 我老觉得美国啊 这个在 冠状病毒这件事情上 一直排第一名 而且数字 也一直要第一名 不管死亡是数字 或者是这个 应该说感染数字 两个他都要排第一名 这如果按照媒体是可以控制的 选票也是可以控制的 该不会这两个数字也是被控制的吧 只是川普自己找了道 会不会是这样 我认为这个数字不真实 其实我也看了好长时间了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就年初的时候 我就看这个事情 怎么突然美国呼的一下名列第一位 就是全世界感染第一位 当然那个时候川普说 这些都是从中国输入的 或者说从欧洲输入的 对吧 他从来没有说是美国本土有什么缘 好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假设先接受这个观点 紧接着不就是都疯了吗 现在已经旅游都已经没有了吧 那从欧洲过来也没有 从中国过来没有 这各个国家之间都已经处在这种半封闭状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再继续观察 这观察过来以后 有大半年的时间了 大半年的时间 美国那个数字 依然在蹭蹭蹭蹭往上走 这时候我就怀疑了 我怀疑这个数字是假的 会不会把除了车祸死亡以外 其他车祸死亡全部灌进去了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可能把一些自然死亡的 或者跟这些没有关系的 都往里放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这么判断呢 因为我这个答案呢 其实最后是从拜登的嘴里找到答案了 拜登应该告诉我们 这个数字是假的了 他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他说赶快交接 前面的一个就是赶快交接 你再不交接的话呢 死人更多 我一听这个话 我觉得找到答案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整个这些 美国的这些冠状病毒 什么感染死亡 其实还是他的主流媒体在放消息 现在主流媒体就一个要打川普 因为他只要把这个冠状病毒 这个感染力放得越高 意思是说你川普又无能 而在总统辩论的时候 拜登确确实实就在打这个话题 你无能 你看看这个那么高 但是呢 这个数字呢 似乎是川普失控的一个数字 川普每次说这数字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其实也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我在做呀 所以拜登说你要赶快交接 再不交接死亡人更多 那就意思下一句话就是说 如果你交接给我了 我一声令下 马上这个数字哗嗒就可以下来 作为他的一个业绩 一个上台的新的业绩 这个就作证了前面这个数字往上飙升 其实是假的 其实不是真的 不可能 因为我们在底下呢 也在看 也在接触一些周围的一些 能接触到一些老百姓 周围到底有多少人在感染呢 真的是那样吗 从问下去 这个现象和爆传的现象 似乎不是那么的特别成比例 我提供一个佐证数据给您好吗 您说 蔡英文520要就职的前后三周 数字都不会多 各大医院都没数字啊 但是我亲自到各大医院去问医生 到底那六周真的都没案例吗 结果不是这样 有案例 但是呢 数字就是不会往上增 对啊 就是那蔡鹅鹅现在不是叫媒体一言堂吗 所以当一个国家像美国 如果你媒体已经变了一言堂了 我可以告诉你 百分之九十就是假的了 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 媒体一言堂就等同于极权国家啊 对啊 那所以他的新闻就是假的了 这是肯定的 而且他是已经 就是他这个媒体 现在整个是作为一个政治打手在操作 你除了娱乐节目 对吧 所有跟川普有关的东西 你看你都要往副方面去想 他如果主流媒体说 现在哎呀疫情非常严重 这个一定是假的 因为什么只有疫情严重了 大家对川普就不满意 意思是说你做的不好 你赶快给我走 这个就是拜登 他们这个整个集团所做的 所以我现在透过拜登一讲话以后 我就找到答案了 我觉得对 之前我怀疑这个数字是假的 绝对没有那么高 现在他说完话以后呢 我也就认定 现在美国疫情 什么死亡人这么多 什么几十万上百万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数字绝对是假的 绝对不是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陈老师我们之前所估算的 军火集团金融集团 媒体集团 以及这个数位集团 再加上这个股票大亨 这些我们漏算的一个集团 就是医药集团 显然医药集团也参货在里面了 一定有医药本身它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给钱的一个集团 好我还有第二项补证给您 既然医药集团有参货在里面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疫苗的研发 什么时候要发布对拜登有利 什么时候发布对川普比较不利 这个整个控制 显然也在这个集团的运作里面 因为全世界有162处在研发疫苗 对一定在 对这162处研发疫苗除了 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不受美国控制以外 其他所有发表速度恐怕美国都可以进场干预 我们要说美国了就是这个白人的全球化资本家集团 都可以干预对不对 因为这些都需要大资本 要研发疫苗这162处全是要大资本的 所以他只要控制150处就够了 因为中国跟俄罗斯没那么多钱搞那么多地方研发疫苗 是啊 那这150处假设全被他给控制住了 他说什么都研发出来就研发出来啦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而且几大医学中心 因为美国主要的医学中心在50个以内嘛 是 对不对 三大以外其他在家顶多就是50个嘛 他要控制的50大医学中心也很简单 那还是一个字钱 而且医生更好威胁了 对不对 这些人更单纯嘛 现在这边就是由于这个事情引出来以后 大家对主流媒体压让最凶的那个话都不信了 你说什么都不信了 这个媒体美国的媒体诚信破产了 所以你就把他说的最响的话 你现在分析来倒过来就是真的 因为已经连续六年的民调全部都是做假的嘛 那如果连医疗数字也是假的 那剩下什么是真的 没有真的 那医疗数字做假就是因为他想让大家 讨厌这个无能的一个川普政府 你把我们的疫情弄成这么糟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感染这么多人 有没有感染有没有死呢 应该是有 但是他在无限的放大 放大那个数字 你看美国呢又超级多超级多 你又没有病源 你又封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还在无限上升 无限上升那我就高度不安逸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再上升的话 那病源难道不就是你自己美国国内吗 你没查吗 再有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所有民主党头面露的面的人物 你看主流媒体 从来他们都没有感染病 好极了 而且好像也不用戴口罩 也没有 对 原来美国这么严重 民主党在全国这么多的议员 候选名人什么的 一个都没有染病 啥事没有 这个成比例吗 你说动不动 白宫谁又染病了 咱们是正常 只有两个解释 是一是他们控制的解药 二就是数字完全造假 你数字完全造假 我觉得这个中 就是新闻 都只有这两种可能了 对 因为你新闻一边倒了以后 就没有真实新闻 两个人如果互相 像以前台湾似的什么 蓝绿台互相骂一骂什么的 这个还多少里边有一点真实成本 你现在整个青色的都是说菜恶好 没有说不好的 那你全是准说假话了 你没有真话了 那很简单 现在这个主流媒体CNN也好 CNN现在说的全是假话 全是骗人的 现在我们已经得出结论了 就是骗人的 CNN说什么什么 就是骗人的 CNN还公开的 对那个律师进行威胁呢 很多就是什么吊销 什么执照什么 都是透过CNN的主流媒体的电视台 然后对那人进行公开的威胁 这都是合法的 这个在美国 那我觉得CNN不如台湾的3D电视台 3D电视台他不敢威胁恐吓你了 他3D电视台有威胁啊 有吗 没有啊 他是称赞你啊 没有 他说你是一个首席造谣软体 说啦 造谣媒体 要提高 要提高 他提高他不敢威胁你人身自由 你知道他最近为什么不提你了吗 为什么 因为最近我们俩老连线 他要他要继续吹这个打击你的 就等于给了我加分 他怕观众数都跑我这来了 最近我们一直在说美国的事情 没怎么说台湾的 行了那我们明天就再说一说 蔡哥哥做票的事情 就回来了 就是把两个做票是对比一下 对这个蔡哥哥不用说 你百分之百做票 两个做票方法大对比嘛 对吧 几乎是一样的 再把杰森那只放在后面再对比一下嘛 是不是 对啊你再把那片子再放 再放一下再看看 我现在已经交办给我们现在这位小哥了 我们的那个制作人呢 好那如果所有数字都是假的 美国到底这些白人资本家集团想干什么 他们想换掉川普 让他们能够控制的人上去 以掠夺更大的财富 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啊 就他们钱还不够多嘛 他们是贪婪的 在本世纪啊 本世纪所有有钱的人都是这个地球上最贪婪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对抗一群大约 三到五千个超级资本家的集体贪婪 跟他们说可以控制的各种武器跟手段包含媒体对吧 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个真相 就是 那除非是整个中产阶级连结起来革命 否则是没戏的哈 没戏 现在我就告诉你 中产阶级必须起来革命 就是以中型企业来取代 这三五千个这个全球化企业 这才有救了 应该是没救了 我觉得应该没救了 哎呀世界never say never 其实王统一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没救了 哪知道就是一个痞子刘邦就能把他给打败呢 就是活着明白就好 我觉得就是你不需要去改变他 你改变不了他 但是活着明白不要当傻子就可以 因此而已了 应该就是说让天来灭他了 只能这样说 他们自己内部去灭吧 内部会斗争 内部会斗争 内部会斗争会分化 这就跟日本当时军国主义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的 外部会斗争 那里面就分了两三派后来互斗嘛 嗯 是这样 非常感谢陈老师跟我们抖出这么多的机密哈 没有我这就是一点点的判断和评论 预祝我们这一集能够继续不要再被黄标 试试看吧 现在 我们已经连续好几集没被黄标了 非常感动啊 嗯 现在他不是 现在他不是被黄标的问题了 他偷偷的把你那个浏览量 把你那个定义量都给你拿掉了 那我不在乎 只要不黄标 你大家是能看得到就行了嘛 嗯 对 好 感谢陈老师我们 继续保持这个未来大概有三个礼拜的 紧密丁烧时间 因为马上另外两个听证会也要开始了 是的 下两个多 对 谢谢陈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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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